这后酒好开心 就想一直帮你帮我再回 你 唐总 你们不知道这是办公室吗 杨光 进来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啊 可是刚刚 是 你刚回来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晚上过来找你 我走了 好 不用太想我 注意安全 路上 这里试一试 大家把手上活放一放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 大家好 我是莫菲 来给程老师做助理 请大家多多关照 说完了 莫菲你太谦虚了 再说两句呀 没什么说的 行 我替莫菲说 这是我师妹 她非常专注于中国风的设计 我相信她的到来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你说得太夸张了 我有点清楚 莫菲 我认得你 你参加过明远的比赛 那个《茶马古道》的作者 《茶马古道》的人气非常高的 比那些德国名次的作者 还要厉害的 谢谢大家夸奖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阶段 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进步 你太谦虚了 像你的作品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不像有些空降来的 沉寂马马虎虎 才能演马马虎虎 除了会拍马屁 其他什么都不会 行了 来 大家时间紧张 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要订稿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啊 波默的呈现方式 你看看这个 夏总监 夏总监 干什么呢 慌慌张张的 那个 程杨那边来了个新的助手 是我大学同学莫菲 其实唐组的这个心情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正在热恋期 想随时随地地见到对方 这种心情也是正 正 正 正常的 吓死我了 天哪 女人太恐怖了 这几本画册那回去看一下 找找灵感 有什么想法再来再沟通 好吧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是想说 我来这边帮你夏总监 那知道吗 不知道啊 怎么了 就是怕我过来会给你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 我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有权选择自己的助力 那就行 那我过去了 你等等 今天有点怪啊 时差没倒好 是不是想早点回去 跟你们家唐总团聚啊 你是不是应该 感谢我给你创造机会啊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还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啊 小心我去找多多告状的 别别别啊 别跟多多说 我跟你开玩笑呢 知道了 你要怎么办呢 我手机会挺好的 tiya birthday 你可不可以了 你可不可以了 你背了我去补死了 你现在能给我 置 置回最好的你 谢谢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同事们告诉我的呀 要不是他们说连我都瞒着 你说不把我当好朋友了 没有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那你回来干吗 这样请我当她的助理吧 我就回来了 你可真行 你刚去法国赛多久 回来就直升名额设计师的助手 你再看看我 我实习到现在都还没有转正呢 现在看到你真的是让我 想起都恨 哪有你说那么好呀 我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小助理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你这是找对了靠山 程阳现在在明远可是活得不得了 连夏总经的风头都被她压过去了 是吗 可是她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呀 这个可由不得她了 对了 你跟你们家的唐总怎么样了 就 就 就那样 你还在害羞 那你给程阳当助手这个事 是不是唐总一手安排的呀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谢谢程阳过来找的我 要不是我刚刚去她办公室 跟她打招呼 她都不知道我回来 好好好 是我误会你了 谁让她是明远的总经理呢 你们两个人又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即使我不多想 也不见得别人不这么想 告诉你啊 夏总监知道你回来了 气得连拉得老长了 管她呢 我又不是给她工作 那你就不怕她给你穿小鞋 穿呗 我又没做什么 还是我们家莫菲厉害啊 来 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 干杯 干杯 我要回去了 程阳那边还在忙呢 好吧 你走吧 那记得找我玩 拜拜 来 你来明远上班 唐总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呀 莫菲 你去了一趟法国 真的是变得不爽了吗 晓菲 今天下午公司立会 你为什么无故缺席啊 别给我乱扣帽子啊 我可不是无故缺席的 我不去参加立会 是因为不想有人下不来台 这怎么就下不来台啊 发生什么事了 前阵子刚有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公事公司是私 这才没过几天 就把公司不分的事 做到台面上来了 不是我怎么就公司不分吗 公司有明文规定 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 这规矩只给我一个人定的吗 那你呢 你带头破了这个规矩 不是咱们公司 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啊 是员工与员工之间不准谈恋爱 但莫菲是我女儿 她也不是咱们公司员工 有什么错呢 她来公司看看我怎么了 所以她来公司这件事 你早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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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